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火拍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令人振奋的国际新闻 三名在中国被错误拘留的美国人 马克·斯维丹 凯利和约翰良 终于获得自由 将重返美国与家人团聚 这一消息由白宫于近日宣布 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外交上的一项成功努力 这三名美国人的获释并非偶然 多年的艰辛和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 斯维丹自2012年起因毒品指控被判死刑 凯利则因间谍罪被困监狱多年 约翰良的命运同样不幸 在他们的故事背后 是家人无尽的等待与心痛 以及美国政府与中国之间复杂的外交交涉 这次囚犯交换的背后 涉及到为公开身份的中国国籍人士的释放 显示了两国在某些问题上仍能达成共识 随着他们的回家 这不仅是对个人的胜利 也是对于所有为自由而奋斗的人的鼓舞 这一事件提醒我们 无论面对多大的挑战 对话和外交努力始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美国与中国的一场令人瞩目的囚犯交换中 三名被错误拘留的美国公民终于重获自由 这一消息为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比的欣喜和舒缓 这三位美国人分别是马克·斯维丹 凯利和约翰良 他们的获释标志着拜登政府多年外交努力的成果 并且阐明了在当今紧张的国际局势中 对话和外交手段的必要性 马克·斯维丹的故事宛如一场噩梦 这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商人 在2012年前往中国进行商务旅行 但不幸卷入了一场毒品相关的案件 在缺乏实质证据的情况下 他被判处死刑 多年来在中国的死刑监狱中度日如年 斯维丹的家人不断呼吁美国政府的介入 并在国际社会上发起运动 然而 这段漫长而艰辛的等待 终于在拜登政府的努力下得到了回报 凯里的经历同样令人心痛 这位60岁的美国公民 于2016年因间谍罪在中国被拘留 并被判处10年监禁 据他的儿子哈里森·李透露 李是在飞往中国参加母亲的追悼会时被逮捕的 哈里森曾描述那段时间的恐惧很不安 他担心再也见不到父亲 如今 随着凯里的获释 他们一家人终于可以重聚 迎接新的未来 约翰·梁则是一位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的美国公民 他在2021年被捕 并于2023年因间谍罪被判终身监禁 梁的案件引发了外界对中国司法透明度的广泛质疑 据报道 约翰·梁曾是FBI的线人 这一身份在他被判刑时并未被官方公开 但如今他的获释也揭示了这段不为人知的过去 这次囚犯交换的协议由拜登政府与中国多次高层次会谈中达成 这也包括拜登总统在秘鲁的亚太金河组织峰会期间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 这次释放被认为是为美中两国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共识铺平了道路 显示了即便在紧张的国际关系中 双方仍有可能在某些议题上合作 根据CNN的报道 这三名美国人的获释是以交换为公开身份的中国国籍人士为条件的 在此事件后 美国政府迅速调整了对中国的旅行建议 表示对中国大陆提高警惕 国务院将思维丹衡理的案例认定为错误拘留 而另一名错误拘留的美国人大卫林也在不久前从中国获释 这一事件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NY Times指出 这次交换可能涉及到至少一名在美国的中国囚犯的释放 这意味着两国在此类敏感议题上的合作空间 虽然具体细节尚未公开 但这次事件的背后是复杂的外交博弈 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创始人约翰·卡姆指出 中国通常不进行囚犯交换 他认为这次行动不仅是对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的一个告别信号 也可能是向即将上任的领导曾展示一种合作的意愿 随着这三名美国人的释放 无论是对他们的家庭还是对美国政府来说 都是一个值得欣喜和庆祝的时刻 他们的获释不仅是多年来艰难处境的解脱 也是人权倡导的胜利 这一事件再次提醒我们 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 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国际问题始终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随着未来的发展 更多的细节可能会浮现 这也将进一步影响到美中关系的走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囚犯交换是指在不同国家或敌对团体之间 通过协商或谈判将被拘留的人员相互释放的安排 这种做法通常在国际外交或武装冲突中使用 目的在于释放本国被拘留的公民或盟友 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双方关系 囚犯交换有着悠久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古代战争时期 在中世纪和近代 这种做法成为处理战俘的一种常见方式 特别是在欧洲 通过交换来减少囚犯的压力和危险性 在现代 囚犯交换通常发生在国家之间的外交谈判中 并可能涉及政治犯、间谍或其他被拘留者 在冷战期间 囚犯交换成为东西方阵营之间的 一种常见策略 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 1962年的桥上交换 也即是美国飞行员家里 鲍尔斯与苏联间谍鲁道夫 阿贝尔在柏林格林尼克桥上 进行的交换 这次交换成为许多文学和电影作品的灵感来源 现代囚犯交换 多涉及复杂的法律和外交程序 通常需要通过中间人或国际组织进行协调 这种安排可能会受到国际法的影响 如日内瓦公约 它规范了战俘的待遇问题 尽管如此 囚犯交换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会引发争议 特别是当涉及恐怖主义嫌疑犯或政治犯时 这可能引发人权问题和有关合法性的辩论 囚犯交换的数据方面 各国通常不会公开详细的交换数据 因为这涉及国家安全和外交策略 然而 根据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报道 每年都有若干起公开的囚犯交换事件发生 主要涉及国际间谍被扣押的军人以及政治犯 这类事件通常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 因其往往涉及敏感的国际关系或人权问题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 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